今日,日本派遣转航母和潜艇在我过南海进行军事演习,成为了网络上热议的话题。 网友们纷纷表示,这一次日本真的是欺人太深,不过据日本媒体报道,这一次的绝密行动之所以会被周边各国发现,一方面是由于日本想要表明支持航行自由的决心,故意在演习后发布了消息,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演习过程中被中国发现,并去赶出了南海海域。 对此,日本方面声称,中国的作法严重破坏了日本此次演习,是挑衅行为,日本是不是在喊猪贼,来中国的南海演习,还到打中国一盘,请问你演习前,有告知航行区域了吗? 到底是谁在挑衅? 据报道,为了此次演习能够顺利进行,在舰队出发之初,日本就极为保密,首次参演的潜艇,是在加赫号转航母出发后,的第二天才悄悄离港的。 但就在演习刚刚开始不久,日本海自舰艇编队,就发现不远处出现了多艘中国军舰,水面下还有多艘潜艇,快速靠近。 为了安全起见,海自指挥官立即取消了月下的演习课目,转向越南的金兰湾市去。 按照计划,日本演习过后,就是要对越南进行友好访问,并与越南进行军演,可以说中国军舰的出现,打乱了日本的演习计划,从始至终,日本海自的军舰都未能进入我国久的现役内海律。 日本对此,也多次声明,并没有进入相关岛交十二海里范围,请中国不要过度解读,这次军演并不针对任何国家,日本的这种说法恐怕连三岁的孩童都骗不了,不是针对中国,那么为什么要进入南海演习,日本海不行吗? 换做中国在日本家门口军演,安倍又会做何感受呢? 对此,我国网友纷纷评论着,日本跑到南海之年,就是在向中国秀鸡肉,只不过没想到,投机不成时保密,中国这次干得漂亮,各位看官,你们说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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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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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